年喜攻略剧情的不断推进,直接害死复查皇后的纯妃,也得到了相应的报复,而最让人讨厌的尔秦也领了发河。 但随着魏英洛地位的不断变高,已经成为皇后娘娘的玄妃也有点坐立不安,特别是魏英洛出手帮助太后。 更是侍皇后如梗在喉,明玉之死也将剧情推上了一个小高潮,向来老师的海蓝茶也要出手了。 明玉被顺平和系皇后害死之后,让魏英洛伤心拒绝,为明玉报仇就成了魏英洛最大的前景力量之一。 当然明玉作为海蓝茶的妻子,这一切海蓝茶都是看在眼中的,并知道是皇后以及顺平等人所为, 于是果断加入了魏英洛的阵营,发誓一定要为明玉报仇。 海蓝茶利用其官场的关系,了解到了很多关于系皇后以及顺平的眼线。 只要是魏英洛有任何的需求,海蓝茶都无条件的帮助。 其实这点对于一个在场被关的海蓝茶来说,已经算是越线了。 但没有办法,明玉之死被海蓝茶打击太大了, 随便换成一个有良心的男人,都会为此猪头。 再说海蓝茶还有那个能力,通过明玉之死,魏英洛彻底的看穿了顺平的心。 顺平不仅是要更为英洛争宠,并且还要将魏英洛置于死地。 同时魏英洛因为帮助太后解围,是皇后的嘴脸被暴露了出来。 因而魏英洛也成了续皇后的眼中定肉中刺,与顺平不谋而合。 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 当然向来一场聪明的魏英洛之所以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挫败。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,还是因为魏英洛,原来,的结拜大哥元春旺。 加入了续皇后等人的阵营,元春旺跟魏英洛,共化了好几年。 可以说整部延续攻略,钟元春旺,无疑是最了解魏英洛的人,其次便是复衡了。 元春旺加入续皇后阵营后,真的是做了不少的坏事。 几乎想过的每一条计策都是想害魏英洛,说元春旺是整部延续攻略,中心里最变态的两个人之一,完全没有半点可以质疑的。 当然另外一个人就是了尔勤了,尔勤的话就不用多说了,几乎人人都恨得牙痒痒。 坏人组是会倒下的,魏英洛后来忍辱负重,设计下了一个极大的局,魏英洛明白不仅要搬倒去皇后跟宣平,还要搬倒曾经间接杀死自己姐姐魏英宁的凶手,爱心绝罗红咒。 本来魏英洛在复查皇后的感知下已经放下了仇恨,可是偏偏他们又让自己最亲的复查皇后离他而去,这是魏英洛绝对不能忍受的,因此才有最后的一个大局,害得是皇后断发,完全失去威严,同时还逼迫爱心绝罗红咒谋反,让皇帝亲手杀了爱心绝罗红咒以报自己的大仇,而没有了靠山的元春旺自然也倒下了。 不过到了后来元春旺明白了一切,知道自己误解了魏英洛的意思,只不过最后也没有落下一个好的结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